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中华文化9 四大发明3 火药 陈龙玛又来了个短信 就说 你讲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 纸和印刷术 那现在是不是 就要讲火药和 纸蓝针啊? 不要急着 今次就只是讲 火药 我还以为火药 是 西方人 发明 不是啦! 火药是中国人 发明的 后来才传到去 西方 由西方的人 改良 所以很多人 就会以为火药 是西方人发明的啦! 那 不过 你又说 火药 和道教有关 是啊 你没听过 孙悟空 悲困 太常老军 练丹 的故事 听过 这 猫精 后来 还大 闹 天 公 天 那 你知不知道 丹奴 是什么 不知道啊 就是道教要来 练丹的奴 练丹 就是做鲜药 制造鲜药 但是这些鲜药 有什么用的 道教说 吃了鲜药的人 可以 长生 不死 哇 那就是用什么材料去做的 主要有 硫黄 鲜鲜 鲜药 和炭 这些材料和火药有关吗 这三种材料造成一种 这些鲜药 极易燃烧 的药 就称为 着火的药 火药 那是不是真的火药啊 火药 是黑色的 所以也都被称为 黑火药 但是 为什么会叫做药 鲜药的 刚才我不是说过 鲜药的目的就是製造 鲜药吗 是的 是的 还有啊 在火药发明之后 就是用来 鲜药 鲜药 硬的 瘡舌 鲜药 赞澐 皮 是 ن病 sesi 因为 还可以 这样是 有 Also 猜不到啊 我还以为火药只是用来 杀人 用来杀人是后来转到在军事的 手上的事了 哎,真是猜不到啊 是啊 原本制造来给人 长生不死的药 竟然变成了 取人性命的武器 好了,火药就讲到这里了 再见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完成以下的练习吧 看着手上的练习 稍后把队上的练习 就会做得到 好,好 好,好 好 好 好